現中等以下學校 之前台東縣議會臨時會避會前 由縣議員謝明珠提出了臨時動議 上次繞了會會等等 他在歐公康 還要那樓 還要公投 沒有消息 現在聽說 有硬進氣 放空 在山東裡面 我們成立狀況教授 我覺得這樣很危險 沒有給我們智慧台東 他說要公投 結果沒有 這樣才會閃 要不然為了核四的問題 專家出來講話 我們都還不知道 議長我認為這個問題非常的嚴重 你是要成立哪一個專案小組 難得 那個費勒 費勒是我有辦進去 在這邊的臨時會 我們和社民主委員 在台東縣議會 在臨時動議裡面 我們有一個 提出一個專案的小組 這個專案小組 我就是要針對台東 要把核料放在南電 現在外面 已經有人來跟我們錄錄錄錄錄 都有檢視 台東在南電的山區裡面 做到很多道路 篷槍包括燈槍 包括裡面的設備 就是未來要把核料 藝術要把他投注在那裡 我們為了做一個民意代表 要對台東負責 要修好我們台東的這個政策 社民主委員 修宣提出做專案小組 那麼專案小組 就是我們議員 來很多人在參與 他指出在有線電視某頻道節目播出 有人談到台東縣達仁鄉 南田村的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候選場址 有居民發現有重機械進駐 並且有挖掘情形 縣議會應該組成專案小組 前往勘查以及調查 此臨時動議案通過 並且推舉了專案小組成員 包括有謝明珠、林參天、陳蘭姆洛 李錦慧等8位議員 而台電也表示 核廢最終處付廠預定地 至今還沒有公投 所以並沒有任何的施工情況 此事情到底有沒有向民眾爆料所說 也有待專案小組前往勘查之後便知曉 東台宣布温格的采訪報導